画面上是市府都发处和文化局共同召开记者会说明 文化中心广场前正在布置的人工草皮区域 由于社群上有网友担心 从施工模拟图看起来没有车组 担心小朋友活动的安全 都发处澄清说明请民众放心 广场上的车组一直都会存在 未来也会再优化 非常谢谢 我想这个车组跟防护的安全 我想是我们非常忠实 所以也很感谢很多市民好朋友来关心 那我想跟大家报告的就是说 其实现场可能因为现在在施工中 大家看不太到 可是本来我们文化中心前面 本来就有一排不锈钢的车组在做防护 那不过这个造型上 我们后续也会演绎来做一个优化 不过在优化之前 我想这个车组我们都会维持的 所以我想再一次非常谢谢大家 对于这个安全的部分来关心 那未来可能也会举办一些活动 我想市府相关的这个主办单位 我们对于这个安全 四周的这个安全的注意 我们都可能要加装一些标语等等 然后特别来注意这个安全的问题 我们那个国门广场也有一个人工草笔 那这边如果又做了一个人工草笔 你会觉得说又是一个新的景点 对啊 怎么说 就是因为这边也有文化中心 文艺中心嘛 对啊 就是这样来的人就会比较多 对 然后毕竟我们在这边开店的话 其实也希望就是有人可以带个被饮料 诶 就在那里 文化局呢 在之前我们就订定好 文化中心 未来会变成我们基隆很重要的一个艺术特区 因为这艺术特区里面不单单 因为大家也知道 我们其实美术馆现在正在做整修 而且在4月9号 我们即将要正式的一个开幕展 那在这个开幕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推出一系列 我们整个文化局 对于这个艺术特区的整个系列规划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艺术特区 是我们现在未来想要打造 基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占据地 第二个部分就是里面会有我的文化局 也会有我们的美术馆 还有我们的表演艺术中心 以及我们的公共图书馆 而文化中心广场铺上人工草皮 文化局也说明 这里是规划已久的 基隆艺术特区的户外空间 可串联基隆美术馆之外 未来广场上将结合装置艺术 或相关活动 成为游客与民众 漫步走逛市区的一个重要亮点空间 那与其同时呢 愿意系列的活动 我们会配合4月份教育处 做一个跨局处的一个整合活动 推广基隆的儿艺节 所以在4月13号 我们会推出台湾一个很棒的一个IP 它会推动 我们会办一个 亲子的一个开工策展 这是我们外广场的一个示意图 未来我们希望来到基隆美术馆 这个艺文特区 不单单是尽管可以看到我们的当代艺术 也可以走到户外 将艺术走出来 然后这样子可以扩大我们基隆 更多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场域 我们想要创造一个新的城市意象的一个概念 生活意象概念 首先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右边 我们的邮轮广场 然后前面是我们的一个火车站 然后另外一块是我们的 我们的夜市庙口这个方向 其实很多人大家都会突经到我们这个很重要的区域 那从去年我们开了金融塔之后 我们有做过一个统计 发现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步行漫步基隆 那我们就觉得其实未来的艺文特区 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东岸的一个小的一个观光小囊带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乘车到我们的火车站 然后步行经过我们的国门广场 以及我们的海湾广场到文化局 而进而到我们的信恶防空洞 到我们的金融塔 另外一块就是在我们的很多好朋友去吃完我们的金融庙口的时候 也可以过来我们这边拍拍照 所以未来在这个的场域上面不是单单只有看到大家看到的草皮 它会有一些装置艺术 甚至夜晚会有一些很漂亮的一些灯 所以以后你们可能会看我们在不管中元季或情人节 或者是圣诞节甚至元宵节 在我们这样的艺文特区 我们都会做一些装置跟表现 希望大家走进我们的美术馆 看到金融不一样的新的城市生活意象 那当然后面串联到我们届时东岸的整个 廊带的那个天桥的过来 其实以后这个地方会变成一个很重要市民聚集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方向 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打算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艺文 金融的一个艺文特区的一个整个大空间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文化中心这边 这边的话真的蛮漂亮的 那未来的话就是把它做成了等于说是基隆市的艺文特区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北还有高雄都有这个艺文特区 尤其晚上的时候的那个氛围跟意象是非常棒的 那未来的话刚刚也有听文化局讲说 会做很多的装置艺术 然后配合不同的结性 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 让基隆等于说很多的观光客 或者是我们基隆市民经过这个地方 会感受到这个艺术的这个氛围 那也感谢我们前任的我们林市长 以及现任的我们谢市长 他一同的努力让我们基隆变得更好 针对各方的建议 市府独发处表示感谢 市府会努力来打造这个空间 让整个基隆艺文特区成为基隆城市的亮点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